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秋十月正是迟凹赏局 登高远足的好时节 今年的十一假期 很多中国人也纷纷出游 但似乎是状况连连 十月一号当天 一个女孩到贵州省乾陵山爬山 一只猴子突然抢走了她的包 从视频中显示 女孩对着爬山树的猴子声嘶力竭地大喊 你把我的包还给我 我包里面有身份证 我的包还给我 快还给我 你快还给我 我的包 我的口红 我的口红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听到其他有客的哈哈笑声 而猴子却并不理会女孩 不但咬了口红 还把包里的东西都丢到树下 唯独把那个包挂在树上 对此 有网友说 去乾陵山别带任何东西 塑料袋都别带 空手空脚去 那猴子真是抢劫犯 也有人建议说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保安 然后保安会带你去找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就会带你去找猴王交涉 然后就这猴王揍这个猴子一顿 然后还你包 亲测有效 10月1号当天 贵州省乾陵山景区的猴子不光抢走女子的包包 还把一名男子的假发摘了 从视频中显示 一个猴子突然窜到一名男子头上 当着大家的面 硬生生的把男子假发薅了下来 这趟出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对中共来说 这个十一也是货不担心 首先是升级后的状况 2024年10月1号早晨6点中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级仪式 因为是在中共所谓的建政这一天升级 所以对当下风声鹤唳的中共来说 显得是格外不同 但看升级的人潮散去后 也留下一地的垃圾 从视频显示 天安门广场上遍地都是垃圾 很多华外工人都在清早地面 网友们对此展开热议 挺好的 爱党就要把垃圾留给党 垃圾地方有垃圾不奇怪呀 有人表示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是故意去添乱的 也有人言语说 要大家素质都那么高了 要求多党制 要求三权分立 那共产党还能统治中国吗 无独有偶 2024年10月1号 四川省某地举行升级仪式 散场后 同样遍地是垃圾 看来 这也反映出了中国民众对中共政府的态度 爱国 对不起 一堆垃圾奉上 而这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去年七一 在天门广场搞笑的一幕 中共把7月1号称为党的生日 但没有想到民众敢在党过生日的前一天 可以献上一份大礼 2023年6月30号 有网友在网上爆料说 当天早上4点左右 天门广场举行升级仪式 有游客因为内疾 于是躲在观看升级的人群中大便 之后便溜走了 因为现场看升级的人很多 结果大便被人们走动时踩得到处都是 去车天门广场臭气熏天 现场环外工人足足清理了十几分钟才能干净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赶在党过生日的前一天 到天门广场大便 对党来说可能是不祥之兆 也有人表示 这份量挺足 看来够爱国 这个和升级很配 还有人笑着说 可能是有反贼故意赶在七一期间 到天门执行特别排气任务 如果说上述情况让中共感到恼怒的话 同样是在2024年11日这天出现的这个奇异天象 估计会让中共高层坐立不安 有网友发视频说 10月1日凌晨拍到六万年一遇的天外来客 C2023A3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该彗星从北京上空横扫而过 而今年在十一前夕 深圳与西藏等地都有人看到过这颗彗星 下面这个图片拍摄于2024年9月28号 显示深圳上空在凌晨出现彗星 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看起来像扫帚 也被称为扫帚星或扫把星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认为彗星是不祥之兆 会给国王或男性贵族带来灾难或是死亡 中国古人把彗星称为星辈 《汉书后汉书》当中 记载几十次关于星辈的意象 出现彗星以后 人间出现灾害、冰乱和试杀等事件 2024年11日出现六万年一遇的彗星 横扫北京上空 有网友说 霍星的另一个名字叫扫把星 有河北网友说 扫把星出现不是啥好现象 有句话说 王朝末年出怪事 这对应到今年的十一 有两个现象引发外界关注 一个是中国很多年轻人突然流行风游 很多网上视频显示 年轻人穿上精神病院的病号服 集体在十一假期出游 他们在草原、森林与沙漠等地 跳着奇怪的舞 做出各种古怪动作 甚至是打滚 看起来有些诡异和疯癫 有人说穿病号服就是为了好玩 缓解焦虑 而这些穿病号服风游的视频走红以后 很多年轻人开始效仿 他保网同款病号服的销量出现暴涨 甚至登上了热搜榜 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青年集体穿病号服游玩的异常现象 凸显中国社会处在病态的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恶化 失业率升高 职场竞争加剧 让很多人陷入焦虑状态 年轻人凭着这种怪异的装扮 显示出他们想排解压力 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统治已经走到尾声 而今年十一前后 另一个怪现象就是 中国多地都下起了大雪 这几个视频显示的是 2024年9月30号晚上 中国首都北京涂降暴雪 中国人柔知眶 打南全新北京涂降暴雪 欢迎契共春 菃 Komm 看我们呢 我说昨天下雪了 有人还不信呢 说是去年的视频 这就是今年的 看看昨天下的雪啊 今天还 哎呀 炼化 这个视频拍摄于11前夕的内蒙古 今天是2024年的9月29号 我们在呼伦贝尔的庚河市 遇到了第一场大雪 到处都是白雪 这个视频拍摄于内蒙古 2024年9月29号 内蒙古呼伦贝尔突然下起暴雪 35辆车和一辆载有30多人旅游大巴车 总共600左右的游客 被困在雪地里长达22个小时 你说来的时候好好的 不到两个小时回不去了 你看这雪下的 全是雪 全都是陷在雪地里的车 端起八道的 这路上横的树的 雪大身上好疼 10月1号 河北省保定市蓝眼县 也下起大雪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为宝箱 七甲沟村村民冒着雪隔玉米 这个视频拍摄于山西省大同市 2024年10月1号 山西大同突然下起鹅毛大雪 游客们措手不及 冻得瑟瑟发抖 说快冻死了 因为是提前下大雪 本地人都感到震惊 这两个视频也是山西大同下雪的场景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东北某地下雪场景 一点都没看错 现在是2024年9月29号 我们这里头已经下雪了 看看我的车 我要去送餐 我的车都已经被盖住了 哎呀我的天 此外 湖北省也下了大雪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2024年9月29号 山东第一场出雪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9月29号河南省郑州 涂降暴雪 干嘛吵架了 我现在跟外边来 我的老天 今儿竟然下雪了 鬼不得这么冷的 大家都猜一下 这是哪大量 雪下的这么厚的 给大家免费清爽一下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9月29号河南省开封市 野下大雪 十一前后 中国除了突然下雪 还发生了地震 2024年9月27号晚间 湖北省武汉 罕见发生地震 虽然震级只有1.6级 但震感明显 当地民众十分恐慌 有武汉人 还在9月27号白天 拍到地震云 晚上就地震了 这是在9月25号 网友在武汉拍到地震云 对于武汉能发生地震 民众感到十分惊讶 住院怎么都地震上了 白沙州震感明显 我在红山也有震感 18楼 网友们说 因为武汉几百年 从没有发生过地震 0.1级的都没有 武汉不是地震带 所以武汉地震 是很稀奇的事情 我就是在江下去的 46楼震感很明显 此外 在11月1号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 又发生3.3级地震 网友们纷纷表示 虽然震感没有此前强烈 但对没有收到预警 十分不满 正在加班 遮宜晃动 阳台门窗嘎嘎响 大门开着 门左右晃动 震感明显 但是没有上次4.7级强烈 我感到楼左右摇晃 但是为什么我的手机没有预警 手机怎么没有推送预警 合肥政府也没推送 也有人说 下午3点多钟看云好吓人 好像是鱼鳞云 4点多就地震了 手机没有收到地震预警 还有人表示 没完没了 天天住帐篷 我快受不了了 这也太频繁了 有没有懂行的来说说 2024年以来 合肥省肥东县 已发生过6次3级以上地震 这也给当地民众带来恐慌 很多人纷纷在外面搭帐篷过夜 有网友调侃说 合肥现在人人都是青天见 每天起床 先看看天上的云 再观察地上的虫 往往树上鸟 再瞧瞧水里鱼 还要夜观天下 今年中秋期间 中国多地桂花都没有开 这样让很多人感到紧张 因为中国有俗语说 桂子不开花 天下乱如麻 肥东县任先生说 早上起来都看有没有异象 还好桂花这两天都开了 我在广场上睡觉 帐篷都密密麻麻的 有些人在外面冻感冒了 恐慌 主要是住房子质量不合格 第三年他在见面打招呼 第一句话就是 核酸坐了吗 最近见面都是帐篷买了吗 今晚在哪睡 又肥东县居民说 政府的预警不及时 甚至很多人 没有收到政府的地震预警 人们对政府已经失去信心 老人和老旧小旧居民 大多选择在户外过夜 这个十一假期 对中共来说 确实是很不一般 因为十一是秋高气爽 倒浪滚滚的赏秋时节 但今年十一前后 不但中国多地突降大雪 而且地震也来了 还有六万年一遇的彗星 竟然划过北京上空 而十一对中共来说 又是十分看重的所谓国庆节 在这前后的种种奇异现象 都显示出上天 对中共政权的警示 说明了中共政权气瘦已尽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